薯條、雞腿、燒腩仔 最近的朋友不斷下廚吃 為甚麼? 因為買了一部氣炸鍋回家 想著它方便又健康 選氣炸鍋 首算夠便宜、夠安全 還是好吃又健康? 想知道答案 立即看消委會的氣炸鍋表現大比拼吧 氣炸鍋聽過名字都夠勢霸氣 它標榜不用下油 都達到油炸的效果 究竟甚麼原理呢? 氣炸鍋來自發熱管和電風扇 透過鍋內熱氣流代替滾油 迫出食物內的油脂和水分 達到氣炸的效果 鍋內電風扇驅動熱空氣 在爐內循環流動 令熱力傳播更快、更均勻 氣炸食物講求外脆來遠 熱力是否均勻和適中都很重要 今次消委會找實驗人員做評審 測試不同的樣本 例如薯條、雞腿和春捲 它們的效果都挺參差 消委會測試了12款氣炸鍋 發現這三款樣本氣炸的薯條變淺黃色 口感不錯 但這四款 一是大部分薯條不熟 一是過熟 很多人用氣炸鍋 除了喜歡吃香後菜之外 還貪他不用油炸 夠健康 但原來測試發現 半數樣本的氣炸急凍薯條 所產生可能令人致癌的 炳熙鮮鮮鮮鮮的含量都超出了歐盟基進水平 薯仔含較高成份的天東鮮鮮 高溫氣炸時有機會產生較多的炳熙鮮鮮 今次各樣本氣炸薯條產生的炳熙鮮鮮含量 高低相差達68倍 而這款是最高的 可能與食譜建議的氣炸時間過長 溫度過高 氣炸均勻度有關 至於這兩款 雖然根據食譜建議的方法 氣炸出來的薯條炳熙鮮鮮含量最低 但大部分薯條還未煮熟 一樣要留意 用氣炸鍋想吃得再健康一點 一樣有辦法 關鍵是氣炸時間和溫度 例如今次炳熙鮮鮮含量最高的樣本 根據食譜建議時間減8分鐘 或將建議溫度下調50度 秉起鮮鮮含量立即大幅度下降 所以大家除了看食譜教路 還要憑經驗 按食材大小、份量和厚度 調節氣炸食物的時間和溫度 消委會發現一半樣本有安全隱患 其中這三款 使用時內部電線或手柄的溫度 升幅超過標準上限 另外三款 內部大電部分和用家可接觸 部件之間絕緣距離 少於標準要求 增加短路的風險 不要想著用氣炸鍋 不用用油 就猛地用來做食物 記住 這些用高溫炸鍋的食物 何時都要適可而止 保持均衡飲食最重要 看看消委會有甚麼提示給大家 放食物進氣炸鍋時 不要超過最高容量或過度密集 以免食物煮不熟 不要遮蓋氣炸鍋的排氣孔 避免造成散熱不良 氣炸鍋頂部發熱管為止 容易即床油污 要注意清潔 想知道更多關於氣炸鍋的小貼士 當然是看532期選擇月刊 讓大家見面 都很明顯 在家族 今晚 遊玩 替題 在家族 航空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